现在都不太能看得清车折了 判断路面的话都是按 车右边的这个挖的这个勾渠来判断的 好紧张啊 太漂亮了 我也不敢耽搁了 赶紧继续追他们 要是掉到坑里了 那就玩不渡了 我终于追上他们了 左前方的山坡上 有一个黑点 我去 个冰河居然还没有完全冻上 现在车上显示温度是零下 11度 海拔是5050度 半路上居然来了两条狗 这是一个 后边还有一个 我去 身上全是冰茶子 这个狗还胖一点 过来过来 等一下我给你们拿点吃的 你要干嘛去啊 也不理我 给他扔吃的吧 我得追上他们 我得追上他们 把牛肉撕开扔给他 看他吃不吃 就这样 我一直往前跑吗 来小黄 小黄给 白白浪费我两块牛肉 吓跑了 胆子特别小 算了 我也不耽搁了 我赶紧走吧 我赶紧走吧 我感到哪里像飞扬在城天里 飞过了城市飞过村庄 来自我们年少凶琼 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 星球 在九月星雪起操場 仰望著天空 青澀的眼神 向著無限的回來 好消息 他們倆在這兒等我呢 然後 剛是聊了兩句 從對向 來了一個車發道 當地的 說是我們按這個路 再走一個多小時 差不多就出去了 現在外面已經飄起了雪 整個烏雲也壓得很低 我們三輛車 如果按時速30到40 今天就能出去 要按我剛才 謹慎的跑個 20的話 天黑還得摸黑趕路 天黑還得摸黑趕路 我去 我爹死了 天快黑了 壓力山大呀 我去 五臟六腑都可以 都快搖出來了 海拔太高了 溫度太低了 得趕點夜路 得出去 要不然的話 這太危險了 晚上過個夜 明天早上 我就跟著地一樣 硬邦邦邦了 如果說一個人 在這種環境下 讓我走 我早崩潰了 兩個車 你最起碼心裏 踏實很多 所以這一趟 穿越過程中 自始至終 我都沒有著急過 都覺得 就是踏踏實實的 路難走一點 有人呢 你心裏就有底氣 拖車勾掛地了 稍微離他遠一點 一會殺不住了 追尾了 可就尷尬了 這麼大的雪 我忍不住 殺一腳拍一下 讓小郭也好好羨慕一下 而且呢 現在應該離鎮子不遠了 我都看到燈光了 在那個位置 都已經看到燈光了 所以 感受一下大雪 然後繼續趕路 馬上就到了 現在是晚上的八點多了 我們才剛趕到 麥蒂卡鄉 然後小兒個子彈了300 扎胎了兩個洞 現在在這補個胎 他趕到這的時候 把那個 掏圈了 把那個胎壓感應的那個東西 對 傳感器整壞了 現在胎補完了 我們再等一會兒 後面還有多遠 後面 這是倒林堤 30公里 30公里 那一會兒就到了 先吃完飯了 吃完飯了 開個月露 後台竟然沒有防爆螺絲 前台都有被太人 還是防爆螺絲 有一個了 現在把胎裝上 接著出發 這個地方沒有好的住宿的地方 我們得趕到下一個陣子去 漫有軌跡的這個 這叫什麼拉杆來著 平衡拉杆 平衡拉杆 焦套也掉了 掉到裏面去了 就那個東西 看到嗎 我看到了 看到也掉了 這個掉到裏面去 這整到最後還是我的大白牛逼啊 啥事沒有 這個車牌怎麼可能可以被雪斬住呢 晚上11點多了 我們趕到了下馬鄉 大雪紛飛 結果呢 文哥又要跟我們分開了 他要往莫珠公卡方向去 我走公布江達回盧朗是最近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三台車又要分開了 漫有軌跡 我們倆一塊走到家裡 他陪我走到公布江達 文哥自己走莫珠公卡了 而且他計劃今天晚上一個人 還要趕200公里呢 所以就此別過了 拜拜 江湖再見 江湖再見 拉薩見 頂多三天拉薩見 走了 文哥走了 他要去拉薩 過幾天我們也去拉薩 江湖再見 走 咱倆要上車趕緊走 趕緊走 走走走 你先走吧 好